今天G點一起GG幻想破滅的遺嬰港人 不少港人被人問他為什麼遺嬰的時候 他們通常會懶偉大地跟人說 為了下一代 但慢慢想不到當他們幻想破滅之後 回流香港又是用同一個理由 為什麼呢? 香港幾位集團副主席及行政總裁湯文亮 早前就在網上發文說到 有位朋友最近帶同他的子女回流 慶幸可以入到香港的名牌中學 於是就請一班朋友吃飯 矢監有人問 當日說為了子女移民 今天回流又是為了什麼理由呢? 這位回流的朋友直言 今天也是為了子女而回流 他解釋當日移民 全家人都有一個遮想 就是子女在當地讀中學 接觸的都是風道偏偏的英國人 但事與願違 去到英國後才發覺是兩回事 因為如果入讀公立的學校 不少同學都是來自阿富汗 和烏克蘭的難民 最後也在貞德子女同意之下急急回流 為了下一代的潛台詞 難道就是身體最誠實? 以為英國BNO政策撿到保 最後被天真玩弄 現在終於醒過香港的好 這就是黃人不願面對的殘酷真相咯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訂閱HKG部頻道 按這個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條新片了